佛罗里达从不养闲人 GTA6短短一分半的预告 用一半的时间都在诠释佛州的分土人情 按照预告片中依次登场的顺序 泳池掏鳄鱼是发生在2019年 一直长度2.7米的巨型短吻鳄 潜入佛州一男子家中泳池 经多名专业捕猎人士才将其移走 车顶热舞则是在2017年 一名女子在车顶上表演电臀舞 即便车辆以120mAh的速度 飞驰在迈阿密高速上也丝毫不受影响 而鳄鱼进超市则是发生在10年前 半夜企图进入沃尔玛进行林园购的鳄鱼 最终因大门紧闭 无功而返 加油站前的大追捕则是去年年重 一男子为了不赢裸奔被捕 在街上抢劫他人衣物最终还是被捕 娇花这个则是在2018年 一男子穿着清凉在自家后院洗车 但是由于他没有做出任何过激行为 执法部门无能为力 而画面里出现的双锤老太婆 则是来自于2022年11月 一位种族主义者正在使用双锤破坏邻居的车 试图以此将邻居赶出社区 而这个酷似小丑的男人则来源于2017年 一位自称AKA迈阿密Joker的人 因私藏枪支被捕 在亭上与黑暗骑士对峙的画面 以上所有内容均出自于 美国佛罗里达州日常新闻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 这回真的是道德与法治六了 谢谢大家